哈喽各位老伙计,我是你们的院长,走男 今天来给你们记录一下一个真实发生的生命大和谐事件 我们的男主角肉桂眼线弟弟还是一个没有开过婚的少年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眼前有一个发情的熊妹妹 所以显得有些害羞、腼腆、无所适从 我们的黄玻璃妹妹此时已经摆好了姿势 随时准备着一脚油门与幼儿园的方向背道而驰 诶诶诶诶,你怎么,你怎么走了 你睁大眼睛仔细看看 这可是活生生的散发着糊味的妹子呀 你要不要这么纯情的只冲着人家的脸揪咪两口啊 这跟上翘的小尾巴难道还没有唤醒你血液中的本能吗 诶,你怎么又走了哥 没错没错,这回的方向至少是对的 觉得这次他能成功的在公平上扣一 觉得他成功不了的扣二 想亲自给他示范一下的 呃,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这位熊弟弟咱们差不多能不能进入正体 你的老母亲蹲在这蹲的腿都快麻了 你再这么磨蹭下去啊 观众老爷们会质疑你作为雄性的某方面的能力的 诶诶诶,怎么回事 你怎么开始洗脸了 你这是觉得自己不干净了吗 还是说你其实已经结束了 崩平受害 黄伯丽妹妹决定自己主动一点 说好的年夏小狼狗呢 这怕是一个九年义无教育的漏网之鱼 连胜利卫生课都没学过 照目前这个趋势来看 他根本就是不会呀 我的腿已经彻底蹲麻了 只能使出杀手锏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不会呀 那你的鼠生应该少了多少的快乐呀 没办法 只能对你进行一些生理卫生再教育 看见了吗 这是你的前辈偶心立蟹拍摄的鼠片 叫做全臂上喝我活儿儿最好的金四雄 赶紧作为教材给我研读十遍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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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吐槽 我身为一只仓鼠居然要被你摁在客树上看客件 这像话吗 这不像话 可谁让你不行呢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蕴含了生命的真谛 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要向着一个目标 奋力地拼搏 不能折起沉沙 要把自己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把握好进退和分寸 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不能一蹴而就 要少量多次 我们要认清楚自己能力的局限 即使不能做到一飞冲天也可以螺旋上升 当无论你眼中有什么东西都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 你就离成为一名大闲者不远了 所以这位眼线弟弟你是学会了呢还是学废了呢 你为什么看完这么一部有意义的教育片 会是一种我脏了我要洗个澡的这样的表现 你不对劲 此刻需要观众老爷们正义的弹幕来谴责一波 终于到了检验我们教育成果的时候了 我们的小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风在起伏跌宕中穿行 云在异乱情迷里转阴 雨在山河同域间降临 天在惊涛骇浪时变情 声是低音浅畅的耳鸣 色是偏若惊鸿的眼影 花是余温尚存的唇印 人是重返蛮荒的生灵 你许我一人之上的荣幸 也定我黑白无常的风景 此夜若定格向爱致敬 你会不会也一样坚信 我还你一人之上的欢心 也还你死去活来的年轻 天明若向你献上真心 你会不会也拿来当命 这是我一朋友写的诗 名字叫一人之上 拿来念一念感觉就特别的硬镜 有没有 不像我这种没有生活的女孩 写不出来这种活色生香的东西 这已经操劳一首歌的时间了 为了弟弟的身体着想 还是赶紧把妹妹拿出来吧 居然露出了一游未尽的表情 哼 男人 双十二块到了 记得关注店铺活动 全年力度最大 连小熊都参加 感兴趣记得出我的个人简介 我是走男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